如果你家裡 你跟老公感情狀況需要改善的話呢 你就兩個一起來做運動 這其實我們可以這樣 其實如果雙人的話 其實就兩件事啊 第一個增加挑戰性 第二個呢 就是扮演一個干擾的角色 所以確實可以增加那個 雙方的一個互動 那第一個 如果我們一樣練手的話 我們會把它往上套 你可能邀請你往上套 往身上套 也是往身上套嗎 你可能往身上套 好 那我要進來囉 對 進來 OK 好 你要感謝我把你安排在這一支 對 我感謝你 非常感謝 我們手這樣往後撐 好 撐住 我們一起往後退 然後簡單的就是比賽拔合 OK 其實你有感覺到背在用對不對 有 我們試著往後退好不好 一起 OK 其實你這樣子做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大家可以互相去比賽看看 就是誰撐得住 對 所以這樣也用鐮刀牌 手要用力 要用力 背肌一樣跟你剛才拉桌子的時候 我們今天加長錄影時間 延長到一個半小時 我們會努力看看 我們會努力看看 所以他練到的是哪裡 背肌 對 第二個動作 剛才是套在桌子上 第二個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這樣做 那我這時候 我可以拿下來了 好 這時候我扮演桌子的角色之外 一樣等一下我拉住 但是請優力幫我們做一個 這樣子往斜上方拉的動作 或者是往斜下方拉的動作 好不好 好 OK 我先在舉上面 所以往斜下方拉 好 這個時候呢 除了說扮演桌子的角色之外 我們可以煩一點 我們會給他一些干擾 他就會這個 其實這樣小小的干擾 就會讓他手裡面 產生一些不穩定的感覺 他就要出更多的力量 好 我們現在回來 回來 好 一樣如果再往下的時候 就請往斜上方拉 對 好 OK 這時候我一樣可以很煩的 當一個干擾 OK 所以如果今天呢 可能覺得老公和老婆 小心我放手啊 對 不要不要挑戰太多 真的老公老婆能突然放手 這時候就倒楣就是自己了 那恐怕要進去診室了 其實兩個人也可以同時訓練 滿緊的時間的 好棒喔 謝謝兩位